为推动公开透明的书菌采受分离制度 展现第一次使用全电子式活动地棒 智慧工区告警系统 还有生态检核等书菌作业新亮点 水利署第九核酸局在日前举办了 核酸数据及行政透明观摩会 邀请到检调连政单位还有社区民众 一起来观摩书菌土石采受分离的公开透明流程 水利署第九核酸局局长谢明昌表示 花莲西无权提断书菌除了落实采受分离制度之外 也率各核酸局之先采用更优化的全电子活动式地棒作业 来提升核酸输菌的量能和成效 而这个书菌工程也是第一次在花莲导入生态检核 采用九核局自行研发取得专利的智慧工区告警式系统 可以在上游集水区雨量站或者是水位站 达设定警戒时的时候自动发报市警 让书菌工作可以更安全更完善 第一个就是除了这个采受分离的制度以外 我们在这个无权底段特别采用 我们率各核酸局之先的一个全电子式的一个活动地棒 那这样的一个电子活动地棒它具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运送组装非常的方便 第二个它很适合在很多的地点可以来摆设 第三个它的一个成本比较低 所以这样的一个全电子的一个活动地棒 是在我们核酸局第一次使用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观摩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不管是输菌 不管是我们的工程其实我们很担心的就是迅其吸水暴涨 像前一阵子很多这种谷报谈这种事件等等 在上游集水区下了一场大雨在下游渴很快的吸水暴涨 那我们这一个输菌特别采用我们九位局自行研发设计的一个 智慧工具告警系统 它可以在上游的一个积水区雨量站水位站达到警戒指时自动发报告警 来提醒我们下游的人员机具做撤离 让整个输菌更加的安全完善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输菌 我们也采用了生态的检核 我们希望在输菌除了输菌杀死以外 我们希望对现地的一个环境能够做比较少的扰动 如果可能做一些回避缩小减金补偿的措施 同时为了善进环境保护制者 九合局也要求厂商要加强运输便道洒水车 设置洗车台 把环境污染和河川阳城降到最低 谢明昌强调 九合局输菌工程透过科技管制和推动多项行政透明措施 以防堵杀石输菌不法 尤其透过这次的观摩 要深化机关跨域联系交流合作 把河川区域联防网络扩大 期盼可以杜绝稻采杀石及不法事件发生 共同达到维护河川安全及国土保育的目标 借旅会受风箱报道